大家看看我们亚洲的问题 在中国十四五会中 习近平已经讲得很明白一件事什么 两岸和平发展 祖国和平统一 作为这次公报的内容 那么从过去看 字越少,字越大 那么这个消息很多人就分两派来看了 原因一方面认为这个应该耳手称气了 为什么 这代表了在5年之内 因为他们是5年计划 5年之内台海没有可能发生战争 而另外一派认为 中国现在已经把话说死了 也就是我好话讲到这里为止了 接下来后面没有什么好沟通的地步了 这已经算是一个下桌的通牒 咱们不谈了 像当初的康熙收台湾 最后给正式王朝 也就是正要什么时候收台 我们不用谈了 因为也不用去招服了 我也没有什么样的任何的议和了 都是一样 就是打 我不跟你讲话了 说这个东西是两方面的去看法 在这个部分 老师认为两岸的和平发展 可以说是最后的表态 两岸和平发展 并没有说政治的实体不一样 而真正重要的是开头两个字 跟最后两个字 是什么 也就是两岸统一 因为这个东西是老师看到的 以过去10年的五中全会 可以说几乎没有琢磨在统一 这个两个字 而这一次却特别提出了统一 这两个字在台海问题上 各位 如果你去翻2015年2010年的 这些五中全会的公报 那么你却发现类似的答案 而现在的局势而言 台湾地区要迈向任何一种台独的 都不可能会发生 而且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未来4年 民进党他如果没有犯什么大错 哪怕是瘦肉精 4年之后你也忘了 该吃你也吃了 该发病你也发病了 也没什么问题了 那么或是中国进行武统 那么除此之外 国民党也再也无法去夺回执政权的可能 即使未来宋楚瑜都已经老到怎么样 没有办法出来选了 到老扣扣骨头要去打鼓了 国民党一样没有办法夺回执政权 为什么 因为意识形态已经在升值下一代的心中 只要中天能够顺利的关台 那么民进党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台势的文革 基本上只要不战争 政权基本上都可以牢牢掌握住 长治久安 这一直传下去 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在哪里 问题不在民进党 他能不能掌握 国民党会不会能够取回 重点是中国共产党他会做事 台湾这样的反中意识 继续的发展下去吗 如果你是习近平 你会认同让台湾反中意识下去吗 这个我们先想想 看看自己想想别人心同慈离 一样的意思 台湾持续的购买军备 虽然最终依然不是中国的对手 这是可以确定的 那么面对台湾不断的增加军购 看起来增强的火力 但是变相的消解台湾的国力 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中共乐见的吗 为什么军购是消耗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力 因为我们用5倍以上的金额去买一样的跟别人一样的东西 同样的金额买到的只有印度或是日本不到20%的他们的价格 他们的价格是我们的20%和25% 我们就需要花这4倍到5倍的钱去买 但是我们的GDP总和GDP总和是别人的一半都不到 老师调查过 我们以2018年的GDP来看 印度的GDP总和是多少? 是2.7兆美元 日本的2018年GDP总和是多少? 是4.9兆美元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一定发展的比印度好 大家一定相信 但是我们的GDP总和在2018年是5673亿 仅比新加坡的3642亿多上半筹 而新加坡人口是多少? 新加坡的人口仅为我伟大中华民国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新加坡的总人口才不过那么565万人 那么我们比别人国家要低的GDP 去买数倍于别人的美国武器 那么是否应该排挤掉我们其他国家建设经费 哪怕是什么?哪怕是我们军方的预算跟国家预算是分开的 那我们的这些金额难道不能用在武器国造的研发上面吗? 我们拿去买了别人5倍金额的设备 而且是比较旧的 日本买到了什么样的飞机? 我们中华民国买到什么样的飞机? 我们该淘汰的还在天上飞 掉下来就是我们一个英雄 就是我们国军的战力 为什么?因为旧飞机我们不淘汰 为什么不淘汰? 我哪知道?你问国军吧 好不好 所以说就整体的局势而终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最近的飞机 大部分已经不是派遣战斗机 比如说歼系列的飞机 而是派遣的运8或是轰6 这两种战机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针对这两种战机 主要不是实质的第一线的作战机种 也就是他不是快速去歼灭轰炸的 而是作为侦测主要的用途 在这个时候解放军 他或许在我们在他们的眼界之中 他们不是在看你海面上的问题 也不是看你台湾的军力 也不是看你的澎湖多好战力 或是金门马祖能不能反击 他或许他眼光在于 在台湾海峡下面 到底有没有美军或是其他国家的潜水禁 也就是潜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潜舰是所有的海面上的一个战力 最大的杀手 不是冲炸机 绝对是潜舰 而在邻国 日本的防卫大臣 目前也借机对台海的局势要进行了判断 也就是说以日本的角度而言 应该是企图在台海可能发生危机的时候 藉由美国的扶持 做一个代理人 来至少控制住钓鱼材的所有权 也就是他们的间隔阻导 让日本的领海可以得到充分的扩充 也就是说日本在等待 如果两岸局势有变 这个时候应该往哪边去靠 这是很重要的 而日本受到二战的一个加害人的战后 施以恩惠 也就是美国 然后美国把日本打这么惨 然后战后之后 再给你大量的物资协助你附建 所以是说日本人普遍是站在欧美这个区域 哪怕是广场协议 让日本陷入了数十年无法翻身的不景气时代 但是真忠诚的日本 还是尽可能的往美国这个地方的去靠 我们能够说日本是错的吗 不行 我们一定要先很公正的看到每一件事情 日本的举动是一个再正确不过的事情了 为什么 所谓的国际外交 他事实上就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你自己成为王者 很强的人 你有强大的实力 比如什么 俄罗斯 他经济不如人 但他的军备可以很强 对不对 俄罗斯你自己是强者 第二个 你就能够依附强者 而且让强者愿意保护你 举例来说 你要马就当胖虎 你要马就当小夫 你当一个出木山 那是没什么毛用的 你没有实力 对不对 所以说重要的是 你不是有拳头 让马你就是要有资金 在二战的时候 日本就是胖虎 他有拳头 二战以后打趴了 但是他有勤劳的百姓 跟勤勉的一个民族性 日本也扎扎实实的 在二战之后快速发展 当上了小夫 家里有钱了 而两岸的变化取决的还是在于美国的新一任总统 确定之后 现任总统特朗普的举措 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拜登胜选 这个几率是最高的 那么特朗普将会毫无悬念的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 因为后面的选举 基本上已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任何卸任的美国总统 都是进入冷宫的必然阶段 无论是小布希 克林顿还是欧巴马 因为你已经到达巅峰 后面的政治圈里面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你只剩下做什么 写写书 演演讲 赚赚稿费 这样的事情 多少做出一点事情 来打发一点时间 当然 特朗普卸任之后 可能还会有很多案件 要来找上他 包含什么 美国的国税局 RS 或是其他的案件 可能都要曝光了 而在这个时候 特朗普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不是他个人危险 不是他个人处境很危险 是他要做的事情很危险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 拜美国所赐 成为中国的前朝 也就是说 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已经消失了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他只是一个政治实体 只是算是一个地区的政体而已 对台湾的任何举动 都不能算是国与国的外交事件 那么这个时候的特朗普 如果还想掀起一些变化 例如造成中国的剧烈反应 来让国内的局势一转变 宣布暂时或什么任何状况 那么最容易的方式 就是让推特上面去宣布 他就学发推特文了 他在推特上去宣布 他准备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他只要讲这句话就可以了 他不用做什么实质上事情 他也不用透过美国所有的同意 他在推特上讲讲话没问题 因为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他当时还是个总统 那么他只要说 他准备承认台湾是个国家 那么中共必然剧烈的反应 依照他们的什么国防法 可以名正言顺的出兵 把台湾吃回去 那么中美关系就变成一个 完全走不回去了 特朗普就可以确实的 让拜登没有办法走回头路 让整个世界或是中美关系 变成一个国际的分工 我负责生产 你负责研发 大家互相合作 这个状况就不会有了 中美贸易关系也不会正常化 这个时候特朗普会盘算的 就是下一个四年 他再重新出来选总统 有没有可能 到那个时候 特朗普当然我们一定可以确定的 他不会受到共和党的提名 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你没办法站一个位置站太久了 而且你已经当过总统了 你要重新出来选 这不符合 不符合美国共和党 或是民主党的一个做法 这是不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特朗普之所以是特朗普 因为他是最大的网红 第一代的网红 他有最大的媒体流量 跟他的百姓支持度 这是最强大的 所以是说 他就是如果他没有被定罪 没有被关键劳理 基本上他可以再掀起这波巨浪 做什么 成立一个新的政党 由特朗普来主导了新的政党 成为第三势力 这个机会是绝对会有的 如果特朗普这次没有选上 他下一步肯定会重新做一个新政党 然后自己推选自己当总统 他就不需要再看共和党的颜色 也不需要忍受共和党其他人对他不支持 他自己会成立一个政党 当然那个时候 当然郭文贵可能就成为他很大的幕僚了 也说不定 各位不要说不可能 以特朗普目前的民意支持率来看 他只要没有被定罪 没有关键劳理 他一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而且支持特朗普的百姓 不会因为特朗普你已经不是共和党了 然后你不去支持特朗普 这是不会的 他支持特朗普不是因为是共和党 而是因为你是特朗普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当他有这样大的民意支持度 这次就算他输了大选 他可以掌握的美国的选票 至少也有几千万 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成为下一任的第三大政党 机会就太多了 所以说未来的共和党 就会跟我们台湾国民党一样 受到了极大的分化力量影响 第三势力很有可能由特朗普 重新的建立起来 这个几率是很有的 但是一旦变成三强砥裂的状况之下 可以确定的事情 党争将会在美国重演 那么这个状况 美国的混乱 将会难以的让他做好发展 这是必然的事情 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如果特朗普连任了 那么特朗普的施政策略 仍然会去着重于在石化工业 以及传统的工业上面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产业是美国他发家致富的关键 就特朗普的成长经历而言 他也非常相信 美国只要蓝领阶级 他够强大 那么经济就会好 那么美国就可以继续掌握了 世界经济的主导权 而这个将会使中国的力量 快速发展起来 按照美国的国债高足 以及新冠疫情的伤害 即使特朗普连任 他也无法控制住疫情 在2021年的5月以前 美国还是会处在一个 随时经济崩盘的层面 新的经济大萧条 还是可能在这个资讯发展的时代 再次降临美国 而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经济因为不慧眼 他还是以中国共产党 所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为基础 所以经济以及金融发展的杠杆 这个杠杆层面 会受到政府很严密的控制 他不用讲为什么 他说不行 你不要跟他讲什么国际大道理 没有这回事 他不跟你谈的了 就像老四的视频 上去一样被查掉 不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封建迷信 说打就打 没什么原因 好吗 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美国的经济不好 然后欧洲经济也不好 那么百姓的意志 就很容易被这些大内宣说鼓噪起来 也因为美国的衰弱 更能有统一他们的国内的意志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台湾也是成为 他们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已经不会再是这么多的阻碍了 因为欧美经济的混乱 台湾的外销以及代工经济 也不会有办法拉伸 我们台湾最厉害是做工厂 可是没有人买的状况之下 你工厂要生产什么东西 一定不会为人买 但是买的量不会这么多的 而这些后座力会什么时候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过几个月 在我们农历新年的时候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变化 而这个时候中国要完整他的国防 以及收为台湾跟强化他们的海防 去震慑什么 我们可以完成到一件事情 除了海防完整 他可以震慎到印度 你看台湾是怎样被我收回来的 你不要以为你过得会比他好 杀鸡给猴看了 那么日本你也不要想 钓鱼台是你的间隔诸岛 老子说不是 你也不要想靠近 这个问题就很大 南海问题 大家就可以用谈的了 为什么 我圈头大 我们来谈一谈 我要让多少 然后你要在那边当多少 华世人不会再是美国 因为美国他没有这样实力去影响到南海 而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美国的国债 是经不起任何一场大型战争的挫败 过去的韩战跟越战 美国还能够顶起来 因为他们正在发展 但是现在他在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再发展 以目前美国的财政 打掉一台航母 打掉一台床舰 你就是少了半台 因为你没有再重新快速生产一台的实力了 补给的速度 会不会没办法跟上他们损耗的速度 而更重要是伊朗问题 还有土耳其帝国的崛起 都会给美国很大的压力 但是同时也会给欧洲一个喘息的空间 因为世界在乱的时候 欧盟抱在一起 他们反而可以修正养息 说美国一个乱 不代表欧洲会跟着他乱 而是欧洲反而是可以坐这边休息的 那么我们看到中东势力的重整 以及伊朗重返国际舞台 会有很大的变化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到什么 2021年的上半年 我们还是会面对到了 维持30年的世界局势 将会重新洗牌的大变化 好吗